跟大家分享一个Treat 现在大家在影幕上没见到的已经非常可怕了 现在这里在美国 有12个图像 可以给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美国人很多人是 痴肥的 现在在影面上这个肯定是 如影在哪里呢 这是 各人有各人的意见 现在我们先看看这个人所讲出来的意见 第一 基本上在美国 10间公司控制了大部分工厂制造出来的食物 这个图看到了 我不跟大家逐个看看哪间公司 大家也可以 拍得到 所以这里 虽然好像很多牌子 很多牌子其实是有几间公司控制着的 这个跟在传播界一样 我迟些有机会和大家做一期 就是 说美国的传媒有哪些人控制着 现在这幅就是 工业食物 即是由工厂制造的食物 原来全部来自大约10间公司 不等于没有其他公司 主要是来自这10间公司 另外 另外 在美国 基因改造的食物 是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这里它是用 100万公顷 作为单位 也 举止是2012年的数字 所以 如果我们 再新的数字 可能就更加多 我们看到 美国 大约有 7000万公顷 是用来种一些基因改造的 食物 这个 不一定 是一个健康的选择 关于肉类 基本上 4间 那些肉类包装公司 控制了 是全美国大部份的 肉类 而这些肉类 对农民来说 就比较很低的价钱 但对消费者来说 卖很高价 而中间谋取 暴利 这里 是一个 超级市场 的 架上的 图像 大家看到 凉凉凉凉凉很多 这里说 大约有 47000多 这种工业食物 充斥在 超级市场 而 他们的医生 亦都是 各度 放出一些 药剂给市民 而是没有尋找 那些病的本身 根本原因 只是 头痛医头脚痛医 没有真正解 解决的基本原因 很多基本原因 和生活习惯有关 所以除非 改变生活习惯 或者 也有一些 长期病患 是很难解决的 第四 就是 美国的 种子 由两大间公司 控制住 亦是医药公司 医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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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两家公司控制住 大部分的 种子 亦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现象 种子对任何国家来很重要 中国 现在 有计划 第一张 中国的 农作物的种子 掌握在自己手上 另外 他在这里说 如果我们想知道 就要看这个人的东西 Albert 我现在未看 所以我不知道 Albert 有什么特别 但他说 美国把小型农场 打垮 尽量使农场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有好处 不好处 好处当然 理论上 经济效益好一点 但是 亦使得 那些小的农民 想做一些比较好的健康食物 土地供应就少了 我有机会读了他的东西 我会跟大家 详细报告这方面的 资料 这个我在我们的 营养师 华里芝 已经在我们的 头几集已经说了 食物之外 saturated fat 饱和脂肪 其实 对身体 绝没有害处 我们人类 吃这些动物脂肪 数以 他这个 Doucens是千年 其实不止 人类吃动物脂肪 由很久很久之前 开始 暴力 和找藏食物 已经是食物脂肪 所以 饱和脂肪 绝对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 Omega 6 那些 工厂做出来的 植物油 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 我们要带大家 可以找到我们的 营养师 华里芝 这个系列 头几集 告诉大家 另外 我们现在吃的 谷类 是 很少的 粗纤维 以及 吸收太多糖分 这里下面有一个 让大家看到 美国人 吸收糖分的情况 原来 平均 每一个美国人 一年 吸收 130磅 130磅 的糖 如果我们当一年是 365日的话 大约 每一日 吸收 三分之一磅 的糖 你要说 1822年 平均 一个 普通的美国人 在5日 吸收 45克 但是 2012年 平均每一日 每5日 是吸收 700 不是 7 7 65 克 这里 0.7kg 就是磅多 每5日 隔壁那边用磅 这边用的 一般来说 一罐的汽水 已经是相等于 45克的糖分 所以 美国人喝的汽水 吸收非常大量的糖分 另外就是 煮食 我刚才提到 现在大部份的煮食 是用了 紫色线的 植物油 而传统的 牛油 黄色线的 豬油 就是 紫色线的 一条 或者是 麻加萨 就是 绿色线的 一条 而现在用少了很多 全部 基本上 都用了 植物油 不是一个 健康的 油类 选择 我們營養師已經解釋過 很多人吃假肉 Fake plant commodities 所謂Beyond meat之類 以為會健康一點 其實大家看看這個標籤就知道 標籤裡面的東西你全部不懂 這些都不是好的材料 所以大家不需要吃這些所謂人造肉 將來如果真的可以通過一些實驗室過程 真的做一些真正的肉的蛋白質 令計 目前來說這些所謂人造肉之類 它主要不是一個健康的選擇 第十二就說 大部份的 美國人沒有同一個 他們鄰近的農夫騙過手 換句話說 已經沒有什麼農民可以 和大家接觸到 通過了這些大型企業 當然農民被剝削 但是市民也要付昂貴的價錢 因為中間 這些企業可以賺大錢 這支影片 這支作者說 多謝你 看完之後 如果你有覺得 就將這個 請傳播 我會將接連環迷述 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裡有幾幅其他的圖 這幅圖現在有一個 我不知為何 他這件衣服設計成這樣 也不是一個很好看的屁股 原來這個人 是 現在的 美國總統 一個助選的重要人物 他現在 上飛機 這張相片 可以說 非常欲酸 另外有一個所謂 BMI的數字 這裏有一個運動員 他的 BMI是過標的 但你看他 其實都非常健康 但是這些運動員很多時候 其實他們的生命 反而更短 因為 他的劇烈運動很多時候 就是做了一些損傷 這個 沒有重要 另外一個人說 有人提到 為何你不去做運動減肥 記住 在這個 公式上 你要減肥 你根本要做 要做非常大量的運動 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不如 在食育方面 稍為控制一點點 會更加好 這裏就是 跟大家說了 現在美國的 一個情況 其實這個情況 差不多在西方國家都對 我們的超級市場 情況和這裏 亦非常相似 大量的人工食物 另外就是 我們亦 用得太少 豬油 牛油之類 我們營養師告訴大家 豬油 牛油 之類的 飽和脂肪 其實我們人類 在進化過程之中 其實我們人類已經 已經可以處理了 反而現在工廠做出來的 Omega 6 便宜便宜 但對健康 並沒有好處 細崇 便宜 反而 酷